客人使用過後的心得反應 嘿 大家好 這個是客人使用過後的心得反應 那我們來聽聽看車主的感想是怎麼樣 那現在這台Artist油耗的部分的話是14.1 那我們來看車主分享一下你之前使用的心得呢 我之前大概平均 我這樣跑頻度大概平均最高啦 11而已 但是因為我現在是有跑快速公路跟頻度這樣子合起來 這14我覺得蠻好的 而且我平常洗剛剛就是大概兩個禮拜會去一次桃園 那我之前去桃園回來的油平均油耗大概在15左右 那我上次加滿油上去回來跑到17 然後正常我禮拜三都會有折價就是加油會折價 結果很奇怪我這個禮拜竟然加不到那個折價的額度 真的是有省油到 而且我動力是隨傳隨油的 其實我大概使用下來 就是平常可能跑高速是2000轉 可是我現在裝了這個之後大概變成1800轉左右 然後頻路的話 怠速的部分 因為現在是剛找車 所以它現在怠速在0.8左右 可是我之前只要引擎夠熱 它是啟動500轉 那500轉當然怠速我就喜歡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講求省油的人 我不用它動力多強 但是它現在就是有省油又有動力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厲害的地方 所以你有做過車友其他裝改裝的車嗎 我可以講嗎 不要做品牌因為畢竟對 就是你也有做過 這個我個人覺得沒有什麼用 因為有啦提升性能一定會有差 但是其實講真的 你說它油耗會省 我是沒有感覺到 因為我自己開車友的車 他們的動力反而就是咆哮很大聲 因為自然吸氣就這樣嘛 動力很大聲 可是其實應該也不能說自然吸氣 應該是CVT的關係 所以可是我現在這樣子 我CVT這樣子 我覺得使用下來很順啊 又不會有任何的頓挫 怎樣有什麼的 反而是我覺得不用去寫什麼 什麼變速箱優化 因為那個講真的 我聽老闆說 那是只是把使用者設定清楚而已 重新來 那等到他習慣你的設定之後 他又回到原本了 所以我覺得 那你不不就直接裝這個 你有用過變速箱優化嗎 我自己本來以前有寫啊 可是我後來 用一陣子之後覺得也沒有差多少 可能是習慣也有差 再來就是他可能習慣我的踩法 可是現在我裝這個之後 我反而覺得他就是 一直都在我最喜歡的方式在行駛 對 我覺得這台車現在變得非常的滿意 轉速上是不是都直接上到底啊 轉速的話 我如果油門踩下去 他就是從 因為我高速如果要超車的話 大概都三四千轉這樣子 那可是 現在三四千轉給的動力是 我有感覺到 他是真的在往前推的 不會像之前那樣 喔聲音很大聲然後就 就是 還是過去的時候 別人還在旁邊看 對 那種感覺 再加上 因為我裝換檔撥片 所以我其實我自己要換檔的時候 我覺得習慣降檔 現在降檔的話 轉速爬就很快 頓挫感有沒有變小 有 變得很明顯 就是變得很明顯的是 沒有那種感覺 以前的頓挫感 降檔突然會頓降 會拉一下 對 現在是完全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加速換檔的時候 轉速是掉比較少 對 加速上就一直往上跑 當然當然 這就是我喜歡他的方式 因為我就是希望他 我不會開快 但是我喜歡他 就是我需要有動力的時候 他就是要給我 不然你買車要幹嘛呢 對不對 然後你大腳油門 油耗還往下掉 不覺得神奇 我剛裝的時候我跑74號 那時候我旁邊試車的老闆就跟我說 你踩沒關係 然後我邊踩油耗一直往上跑 我覺得很奇怪 照理來說 邊踩應該是油耗往下掉才對 對啊 那到現在用起來 是不是真的油耗往上爬 我之前 我這樣講好了 我當初如果跑平路跟那個 跟高速這樣混合跑的話 大概是 因為我都差不多到一半我就會夾 因為我每個禮拜三有優惠嘛 之前跑大概25公升左右 那以前25公升頂多只能跑 最極限360 對 那現在我這次加油 我跑到400還加不到25公升 喔 還真的超省的對不對 對啊 因為我 我也沒有說定速喔 我在高速公升上面 我是不定速的 我是不定速的 除非真的是路況很好 可是像現在這種下雨天 我不可能定速 我就是開正常行駛的速度 我也沒有 我覺得我的行駛感覺沒有改變 但是車子有改變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真的車有變安靜嗎 有 人變車不變 人不變車變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讓你有滿意 再分享給各個車友試試看 當然 歡迎各位車友就是可以來嘗試看看 不要去相信什麼 就是什麼牌了 我不要講啦 就是 對我只知道這個東西 因為講真的外掛的東西 都是會有陀落的問題 那你有做過其他 除了其他改裝品或車友的車也有 有做過專門寫電腦的 那你有覺得比較順嗎 我覺得有點太過激烈了 反而是有點失去這台車的舒適性 他們好像都在琢磨在動力 對因為 主要 這台車 你說 我就像我老師跟我爸講的 我就覺得說 再怎麼改它還是一台1.8 對啊 那你即便改了 它就是打雞血那樣子 那你引擎 你能確保它不會壞掉嗎 對 我之所以 都改外觀不改引擎 就是因為我覺得它很容易有 壞掉的問題 那壞掉的風險 誰來承擔 改裝品不可能幫你承擔啊 那你有沒有覺得這個東西 是很像原廠一樣 這整個就是 它完全是 它就是解放這台車 應該原本有的實力而已 其實我覺得 阿迪斯 就是怎麼過彎會軟腳啊 然後可能換檔 頓挫怎樣 我覺得 沒有那麼誇張啦 自從換了這個之後 我覺得 真的是物超所知 有錢就快賺回來了 哈哈 這樣你一個月平均有錢 本來多少 你以前平均起來的話 大概 以前因為現在油比較貴 對 大概3000左右 3000左右 3000左右 對因為一個禮拜差不多 七八百嘛 然後四個禮拜 就差不多 快3000這樣子 這樣算起來行 你高速油耗可能 超過快省快20% 對啊 差不多 好那這樣油耗算 算蠻好的進步啦 油耗是我最注重的 因為 因為每個車 每個車油的型態不一樣 有的是喜歡它有動力 對啊 我就希望它省油一點 所以我其實我很多東西 都是取向經濟的 對啊 我覺得省油是最重要的啦 個人覺得啦 如果是有要動力的話 其實講成這個也可以很夠 對啊 因為我就是 像我剛剛說我要超車 你看 一個便道 然後你可能 我可能降個檔 不然就是不要降檔 你油門即便踩下去它還是有 就是引擎有起來 動力有給你 不要像以前 我可能引擎呢 叫很大聲 然後都沒有給你動力 動力上真的有滿意到 很直接嘛 以前就是看很多車友 那種改排氣管改的很大聲啊 然後就是動力 聲音先到動力再到這樣子 現在很安靜又快 很滿意 就是隱形的殺手 隱形的殺手 然後又改原廠車 好啦 這讓你用的很開心 這我覺得說比較值得啦 所以感謝你今天的回饋 謝謝